马尔谷福音第十四章 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教节 司机长和经师设法要怎样 用诡计捉拿耶稣而把他杀害 因为他们说 不要在庆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 当耶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 正坐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叶 她打破玉瓶就倒在耶稣头上 有些人颇不满意就彼此说 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叶 这香叶原可以卖三百多块银钱施舍给穷人 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 耶稣却说 由她吧 你们为什么叫她难受 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 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 你们几时愿意 就能给他们行善 但是我 你们却不常有 她已做了她能做的 提前敷抹了我的身体 是为安葬之事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 必要述说她所做的事来纪念她 于是那十二人中之一 尤达斯伊斯加略去见司祭长 要把耶稣教于他们 他们听了以后不胜欣喜 许下给她银钱 她就找寻良机 将耶稣教出 无教节的第一天 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 门徒对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 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城里去 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去 他无论进入哪里 你们就对那家主说 师父问 我同我的门徒 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 他必只给你们一间 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吧 门徒去了 来到城里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同那十二人来了 他们坐席吃饭时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时的 要覆卖我 他们就都幽闷起来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难道是我吗 耶稣对他们说 是十二人中的一个 同我一起在盘子里站的那一个 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 但是覆卖人子的那人是有祸的 那人若没有生 为他更好 他们正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掰开 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从杯中喝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我的血 新约的血 为大众留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 喝新酒的那天 他们唱完圣荣 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跌倒 因为有记载说 我要打击牧人 羊群就要四散 但我复活后 要在你们以先 到家里泪亚去 伯多禄对他说 即使众人都要跌倒 我却不然 耶稣就向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 这一夜里 击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 更加激烈地说 即使我该同你一起死 我也绝不会不认你 众人也都这样说了 他们来到一个 名叫格泽玛尼的庄园里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去祈祷 所以带着伯多禄 雅各伯和若旺 与他同去 他开始惊惧恐怖 便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悲伤得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且要醒悟 耶稣往前走了不远 俯伏在地祈求 如果可能 使这时辰离他而去 说 阿爸 父啊 一切为你都可能 请给我免去这杯吧 但是 不要照我所愿意的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耶稣回来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伯多禄说 西满 你睡觉吗 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 你们醒悟祈祷吧 免陷于诱惑 心神固然怯愿 但肉体却软弱 耶稣又去祈祷 说了同样的话 他又回来 见他们仍是睡着 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 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 他第三次回来 对他们说 你们还睡下去吗 还安息吗 够了 时辰到了 看 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 起来 我们去吧 看 那覆卖我的来劲了 耶稣还说话的时候 那十二人中之一的尤达斯 最急到了 同他一起的 还有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 是由司机长 经师和长老那里派来的 那出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口亲水 水就是 你们拿住它 小心带去 尤达斯一来 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 拉比 碎口亲了他 他们就向耶稣下手 拿住了他 站在旁边的人中 有一个拔出剑来 砍了大四季的仆人一剑 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开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 出来拿我 如同对付强盗一样 我天天在你们当中 在圣殿里施教 你们没有拿我 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那时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人们也抓住了他 但他披下麻布 试着身子逃走了 他们把耶稣 带到大四季那里 所有的四季长 长老和经师 也都聚集在那里 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 直到大四季的庭院里面 同差役们坐在一起 烤火取暖 司机长和全体公议会 寻找证据反对耶稣 为把他处死 却没有找着 原来有许多人 造假证据告他 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 有几个人站起来 做假见证告他说 我们曾听他说过 我要拆毁这座 用手建造的圣殿 三天内要另建一座 不用手建造的 连他们的这证据 也不相符合 于是 大四季起来 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这些人 作证反对你的事 你什么也不回答吗 耶稣却不作声 什么也不回答 大四季又问他说 你是墨西亚 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 耶稣说 我是 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大能者的右边 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 大四季最撕裂自己的衣服说 何必还需要见证呢 你们都听见亵渎的话了 你们看着该怎样 众人都判定他该死 有些人就开始向他捅唾沫 蒙起他的脸来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做先知吧 差异且用巴掌打他 伯多禄在下边庭院里时 来了一个大四季的十女 看见伯多禄烤火 就注视他说 你也是和那个纳萨类人 耶稣一起的 伯多禄却否认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说什么 他遂走出去 到了门廊 鸡就叫 那十女看见他 就又给站在旁边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 伯多禄又否认了 过了一会儿 站在旁边的人 又在对伯多禄说 你却是他们中间的 因为你也是个加里雷亚人 伯多禄就开始诅咒 并发誓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历史 鸡叫了第二遍 伯多禄最想起耶稣 给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就放声大哭起来 按讨几乎 一方面 对 尽头 电动 帅 电动 冯